我是科大的Jack Chang,土木工程系 首先很感谢CIC给这个机会 我可以分享一下在香港科技大学里 如何从研究、教学到实践 然后BIM和数码科技的技术 也很感谢你获得CIC的Digitalization Award 我这20分钟想跟大家做一些很简单的介绍 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土木工程系 也是有一个智慧城市的研究中心 研究院也有一个BIM Lab 在行业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岗位 希望透过不同的渠道可以把我们的科研研 可以落到地去到业界 也可以把业界的问题放到学校里面 我这个表演会分了几个部分 首先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研究方面的一些最新的项目 以及一些情况 然后就会讲一下我们教学和科大实践的经验 首先就是在研究方面 我会做一点介绍就是我们其实在香港科技大学里面 在2018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极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什么叫极呢? 其实就是取的名就是GREAT 其实就是代表绿色、引性、其他的empower 其实我们心目中就是我们想做智慧城市智慧效益 其实不是纯粹将技术放进去 而是真的想达致某些的目的 所以就是GREAT 所以我们其实BIM或者这个digitalization 也都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 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科大实践有一个BIM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成立 其实我们在说BIM就是Build Information Model Modeling甚至Management 我们其实的方向都是去Information Management 就是ISO19650里面所说的 而也都希望透过I,Integrate,Innovate和Inspire 可以令到我们由学界和业界都可以做到一些接軌 那其实我们BIM就是在不同方面做了不同的研究 那我们有不同的技术 也都是包括整个全生命周期 由去到设计、去到建筑 甚至乎去到Fabrication 甚至去到营运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都和CIC的Digitalization Role Map也都有吻合之处 如果比如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也不可以一天和大家去介绍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 可以再看这个QR Code 那也都看看我们的文章 也都可以 之后可以再联络 那但是未来呢 我希望很简单地说一下我们 就是有几个比较用力去做的项目 那就是与业界的一些合作 那里面也都包括很多的技术 那第一个其实想说就是CIC的一个项目 那么很多的CIC给我们 已经有一个机会去做就是 就是由一个 一些建筑的模型 可以做到自动化的 然后去设计 然后去画 那些钢筋环能土 就是里面的钢筋 那这个project呢 亦都是拿到最近的 阿BEMA的OpenBIM的Award 的Grain Award 那其实它就是透过一些 再结构 那之后一些分析 那之后可以防止到一些clash 那之后也都可以去支持到 那是怎样可以做到 钢筋的预制件 那我们其实就是一个 Proof of Concept 那其实就是做一些公园房屋 那做一些BIM Slab Column 和Wall 那就是我们跟Bs8666 那就是希望可以防止到一些碰撞的 那当中也都做一些OpenBIM的东西 那就是也都做一些 就是IFC的extension 和用IFC 如何可以出到一些 我们叫BVBS 就是如何可以做到一些 预制件 就是说跟预制件的一些技术 那就是出来 就可以把这些数字 直接就可以去到工厂里面去做生产了 那就是不需要一些人手 那就是很tidious的 那就是可能换了错的 那就是一些 handle 那第二个project 那就是想说的呢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跟ATEL 那很开心就是和你合作 做一个无人机 那上面有一个拉打 那这样 那飞完之后呢 就做一个B模型 那这样 那飞的那个无人机 就灌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而另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出来之后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点运 就是一个point cloud 那怎么可以变成了一个B模型 那这样 那所以呢 那就是我们都用了不同的技术 那用了一些 比如AI 用了一些 就是machine learning 那这样 那也是 再加了一些图像 那这样 那接着我们呢 那可以 那就是做到一些B模型 那出来的效果其实也是 是准确的 那去到九十几% 那这样 那就是可以 那就是 尤其是我们那个focus 就是MVP 那我们可以画一个MVP出来 那 那第三个项目想说的呢 就是 我们有一个project 就是和机管局去合作的 就是 在里面有一个无人驾驶的 那个 铁路那里 那就是去看它那个路柜的 就是有没有crack 那之后 那之后 因为它有B模型 那我们就 自己做一个sensor 那就是用bluetooth 这样 蓝牙 那就是去拨返 那之后 拿到那些数据呢 我们就在一个BAM的模型 那样 那可以做到 那我们也有自己用一个refit的plugin 那就是 在里面我会看到 那些数据啊 那就是什么时候做inspection 那我们其实是用一个frequency domain 那就是看一下它有没有crack 那就是我们就看回它的频率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个频率的转变 有没有一些 那就是 可能有一些 就是可能前期 可以知道 监测到有没有crack 那就是 第四个project 其实我们最 这几年都在做的 就是这个 就是blockchain 区块链的 那也都很 多谢 不同的 合作伙伴 就是 协片 HID MVS 那就是 那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 就是用区块链的技术 可以做到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 那就是由设计 然后又做tender 然后又有construction 甚至于FM 都可以 就是令到我们可以把资料更加保密 也都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记录 那这样 所以我们有做过就是e-tendering 那就是tendering 那就是一些资料 譬如什么时候去交了些什么 那这样 那这些资料都可以用区块链去做一个记录 那现在我们也是跟beam的技术去接近 那之后 其实因为区块链有个好处就是 不可以修改 那所以呢 就是这些东西 就可以令到我们 将很多的文件 啊 边红型 这样 就可以把它处存得更加好 那所以我们就 将这些技术 就这样跟cdnE去夹 那就是cdnE有四个不同的element 那就是 我们也是根据这四个element 你看到其实每一个有自己的element 这个element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只不过呢 大家的文件 就是自己去处存 那这个文件呢 如果譬如你改了的话呢 这个element 这个element 也都可以放到其他 譬如设计啊 甚至有些成本管理啊 甚至是fm 那样 那刚才说过 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也都将这样的技术 都会放到不同的project里面 而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做呢 就是我们跟aerob 有去合作开的 那就是做sustainability的方面 那其实我们有做一些 譬如去计计 就是透过beam 可以做到一些能源的 的simulation 甚至乎可以计计到它的碳排放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做的就是 我们是透过sustainability 这样留在动力学 那接着用beam 可以看到譬如不同人的安排 那其实是不是 哪个的安排会好一些呢 如何开一些 譬如一些hra system 会好一些呢 那我们做了很多数据之后 甚至乎可以用一些AI 知道如何去营运 会是更加 会是省电的 那我们第六个project呢 那接着就是做一些 用cumulation vision 那接着就是去做一些 地盘安全 那接着我们就跟一间 创工公司 autosave 和一些contractor 那接着就是 真的在那个site那里 安一些 安一些camera 那接着之后 我们就用一些 我们不是看人面的 那我们是看整个 样子的 整个身的 那看完它那个gesture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的identity 那知道它的流动 的方法 就是可能由一个cum 在这里等一个cum 那这样 那接着会不会有些 安全性的问题呢 那这样 那所以这里 我们也是 看一些equipment 那接着去做的 那会不会有些clash呢 那会不会有些行为 其实是很容易会发生问题的呢 而最后其实想说 就是我们有一个digital twin 那我们就把整个科大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数码分身 那这个也很明显得到 就是阿飞文搞的 Open Beam Award的 Grant Award 那其实我们分了两个phase 那一个呢 其实就是19年开始 那时候主要就是做个 B模型这样 把整个科大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 由上年开始 那就是 有了B模型 那之后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更加需要 和学校里面 不同部门的合作 那等一下都会再说多些 那但是 其实我们去到 譬如 digital twin 那时候呢 我们就发觉 就是 我们当中涉及很多技术 包括我们怎么去 有些CAD 或者是怎样用些 Pong Cloud 可以做回3D模型 那也都 将3D模型 如何可以把它轻氧化 然后去到 这个platform 可以和一些 譬如sensor的资料 去搭买 那所以 EG呢 也都是一些 经验分享 我觉得都是挺有趣的 那 那 刚才说到 其实呢 去到做dual twin 那时候呢 发觉其实很多的技术呢 其实都是 有关的 就是刚才我说了 很多不同的项目 那其实当中涉及到 可能IoT 3D laser scanning 甚至是 Simulation Blockchain 原来dual twin 里面呢 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那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个dual twin 就是将一个 一个框架 让我们将不同的技术放下去 那这样 那对 research 也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 那但是 就是说完 就是这么多不同的research 了 但是其实我们 科大都是一个 教学的机构 那究竟 这些research 和教学 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样 其实很简单 时间有限 就是 或者我自己理念 就是 get the hands dirty 你不亲手去做 其实你不会记得的 那些学生很羡慕的 那些学生 那所以呢 就是 就是 孙子也说过 那就是 知之不若行之 就是真的要做 你就会记得了 那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 就是刚才说的 很多一些research 那些呢 至少可以给到一些学生 有一个 手上的 最新的技术 可以真的去做 包括是一些 undergrad 包括是一些 PG的 就是可能 MSE学生 Enfield PhD 甚至RA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就是刚才说的 Digital Twin 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 Digital Twin 就不单止是 research 而是它真的有些 科大里面 学校的模型 可以做到教学里面 那么 那就除了 譬如 Digital Twin 里面 可以给到一些模型 那其实 刚才说的 可以支援到教育 可以 可以 engage到不同的学生 譬如 这个 譬如我们有些 科大的模型 Lecture Theatre 那我们可以做些 Energy 做些 CFD simulation 那样 在教学方面 我们也有不同的课程 有给本科生 那我们就 在18年开始 将Beam 放到我们的 Core course里面 然后每年 我们师父 有160的学生 全部都会学Beam 而学的也是很广泛的 包括Rev CV3D 包括Netflix Versa Dynamo 都有一些Beam的概念 然后对一些学生 都会是 我们也 engage 了Industry Engine City 去帮助我们 教的 那当中有些功课 那其实刚才说到 DL Twin 也都帮到教学 那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也都可以 将一些科大的模型 放在一些功课里面 一些exercise 那就是 譬如我们 将一个科大的 Sports Hall 的模型 叫做一个图 或者做一些Walkthrough 那我们用科大的模型 那我们也有Elective course 那这个就是 到Senior UG 或者PG 那这些 就可能有其他 不单是师父的同学 有些可能是Ken 甚至其他的 可能不是Engineering 的学生 去帮助 那里面说的 就更加阔了 因为那就是project-based 那project-based 他们每个project 都用自己 去用的软件 那自己学的 其实有些 那其实也做到一些 很有趣的 例如最近 对于学生 都去看哪里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COVID 的一些 simulation 就是会不会 那些人太近 或者 trace到那些人 去那边 或者做一些 evacuation 那些人去走 那样 甚至是 一些MIC 的项目 其实这些都是 学生自己 去 的 那就是 那就是 讲完 research 如何能够到教育学 那就是 如何可以甚至 放到 科大里面 那 其实科大 我们就希望用 Digital Twin 去将不同的 project 因为科大也都有很多 老师做着不同的 研究 把不同的研究 甚至可能 一些 In Door Positioning 或者可能有些做維持 那些AR 都可以放下來 所以我們也做一些紅色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做一些去接觸不同的人 右邊看到這個圖就是 我們開會的時候也不容易 因為其實我們是在下了SSE Susible Swart Campus的Initiative 可以在其他部門包括FMO 包括Susible Unit 包括Smart City Institute 包括ITSE 部門 包括我們廣州campus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有更加大的影響 因為其實我這樣說就是 現在問我們科大校長 他也知道什麼是BIM的 所以希望將這個東西 不單是一個Research 而是真的可以用科彈這個校園去做落實 那當中做到很多的東西 包括可能做Space Management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APP 可能都想用MAP 我們做一個Source of Truth 去到Phase 2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用BIM去接駁到BMS 然後這個就跟FMO這樣合作 然後這個就跟FMO這樣合作 然後我們當中就是用一些 就是Ontology去做的 可能是特別去講 那第二個其實就是 在做一些Virtual Tour 我們去科大不同的地方 去探索Tanarabic的Image 然後之後就用Dual Tour 去接駁到Farm 然後就可以讓人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亦可以做一個搜尋 其實我們在探索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要聯絡一些 要拿一些Approove 所以都需要不同部門的合作 第三個就是 Beam和GIS的Integration 其實我們也跟 用ESRI 多謝你的支援 我們也有一些 ArcGIS的平台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 怎樣用ArcGIS 然後跟Beam 然後跟OpenBeam 可以出到一些GIS 如果是Mobile 我們就用Unity 另外我們也做一些Robotic 跟Robotic Institute去交 我們有個3D 就是科大模型 可以跟Robotic 那來科大其實也有不同的 就是行走的機械人 就可以做到一些測試 最後就是做一些AR 然後我們做一些In-door Positioning 可以博道 在那個Walkable Path 一些Lesson Learn 然後我們發覺 Upper Management的支援很重要 我們要做Sanitization 我們開始從小 其實Deal Twin我們是19年開始 但其實我們大概15年 現在把科大不同的建築 慢慢變成Beam 所以就慢慢 不同的部門才發覺 Beam真的有它的用處 才開始展開這個Dual Twin 所以希望就是 Learn by doing 剛才說 我們科大 其實接下來也會有廣州的Campus 這個廣州Campus 我們也會做Beam 其實在國內的Beam的發展也很快 所以我們也會做一個 叫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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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us Brain 那樣 這個就是最後一些總結 就是 看到剛才講了Research 講了Education 講了Institutional Adoption 其實我們就三分之二 就是我們一開始探索 可能通過一些Research 不是每個project都成功的 但是我們就把一些好的東西 或者我們真的發覺得到的東西 然後就放進去Education 甚至乎放進去我們下面去做 之後再做多些 我們就Excel 我們從這裡看到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 Education 和Institutional Adoption 大家是互相一體的 當中可能我們 是聘用一些學生去做Research 聘用一些學生去做Campus Development 但是繼續做DTwin 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把三個東西夾起來 而我們也想提及 就是我們科大也很Appreciate 那些Collaborators 因為剛才這個正方人 主要就是講到一些科大 但是我們也很想要Collaborators 幫我們去完善這件事 令到我們做的更加有燃燃 所以我最後就想多謝大家 各位的Collaborators Funding Agency 其實你看到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其實他們就是在背景去做的 這件事就是在COVID之前 有些學生畢業 都希望大家去透過不同的項目 不同的機會 一起去將一些最新的技術 分裂做得好 所以這就是我少許的分享 很多謝Cassi給了這個機會 也都很歡迎 因為時間有限 可能可以一一盡錄 但是希望之後有其他機會 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些 謝謝 多謝Cassi